香港的紅衣軍陸續開任萬谷 5萬名軍警在首都戒備 一些銀行和商業設施更加得到重點保護 很多商店暫停營業 長達幾公尾的示威人龍也導致一些公路交通濕失 示威者強調他們是和平集會 初步也顯得好合作 甚至聽從當局的指示接受軍警安檢 並且由無帶武器的政府軍引令他們入城 秩序大致良好 有報導指他信的支持者財政緊絕 參加星期一大集會的人 可能有100萬減至60萬左右 泰國政府原本預期有10萬人上街 現在就估計有7萬人 分析認為反政府集會的影響力有幾大 要視乎參加人數 總理阿批實取消去澳洲訪問留在泰國 他聲言會盡一切方法防止局勢失控 強調不會容許發生政變 至於前總理他信 就透過社交網絡發出信息 說他仍然留在阿聯酋迪拜 並沒有被驅逐出境 他信透露他近女兒會去德國 參觀一個酒店收購展覽 他稍後就會前往歐洲和女兒會合 較早前有消息指他信去了柬埔寨 不過柬埔寨政府否認有此事